今天继续原来分享三种简单粗暴的脱步犹豫技巧 废话不多说 兄弟们记得点赞收藏 咱们开启教学 第一种直接突破 第二种上步跳投 第三种衔接变相 这三个动作倒是不难 但怎么用才是最关键 想用出效果 你得会阅读防守 当你完成脱一步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些红向的移动 如果对手身体扔在原地 重心没有变化 那么你直接从侧面突破 如果对手后退 中心客户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干嘛跳投 或者你也可以把你的投篮进行变招 做一个拜佛假动作 此时假投篮非常容易使对手起跳 如果对手是横向跟你移动 那么我就衔接变相 当然你也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变招 比如胯下衔接体前的双变相 记得要把肩膀压低 使胸膛朝向假突破的方向 这样才有更好的舞蹈性 这种有点类似于哈达威变相的动作 我相信你首次使用时 绝对能把对手晃得运头转下 现在约束防守讲完了 最后咱们再来扣一些动作细节 首先是脚和动作 我们要做一个有效的拖椰步 先来看拉文的一个错误示范 他习惯于在启动时 突然把脚劈开直接加速 但因为对手很好的判断 他下一步会突破 所以除非是爆发力远远强过对手 否则很难过人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可以先做一个小跳 然后两脚有顺序的分开落地 后脚一前脚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放手 然后在我们落地后 双脚也可以呈现 一前一后的进入状态 随时可以爆发突破 这就叫一个有效的拖椰步 另外我们要增加悬浮球的时间 并且尽可能的延后你的核球 尽力保持球在你的身体侧边 并且距离你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空间 来做悬浮球的动作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跳投 那么就尽可能的晚些核球 只要你没核球 防守人就无法判断 你会采用以上哪一种进攻策略 这也就是犹豫波的最大作用 对手无法预判你接下来的动作 而你却可以通过越多防守 来选择进攻方式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加收藏 我是指分享篮球干货的季小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微信公众号 篮球技巧教学 在这里有更多篮球干货 等你来学习